雖然在地消息來關心 台中中區今天一半 傳出老大廚 回修廚 都會的地方 好像在二樓一間出租的特邦 有一個五十七歲 歲處的女婦人偶腳 上半年救不回來 那如果住在裡面 其他的祖父都有走出來 有民眾現在就說 二樓讓家老闆家 計作三間特邦來做 市府現在標示 那是違法隔間的出發 火災現場影碰碰 少年完高跟小樓推手球 台中中區公園一棟七棟樓的公固 十九號報名零點三十一分左右 發生火警 經燒到現場後 打發火災 祝福進行後 疏散到樓下 有完是很害怕 而且都表示看到二樓 穿出農煙 有廢道而已 有那個煙 所以一開始是 可能三樓比較大 一十萬而已 我感覺不太對勁 我就 快點去叫我兒子 就看到我們後面 樓梯 就這樣就出來了 少年對出眾四十一人 十五車到現場冠窮 現場團處理 有一名五十七歲的男主受訓 少年完在在上裡面 房間破門的時候 發現這名男主已經黑卡 冠軍三樓中國富裕救地 另外在三樓到五樓 總共三三四的人 火災最後是在報名 1.3分順利打發 其他的事後是說 二樓是去到處住 多做三樓的特房走出去 上一的男主剛才來並不清楚 他的意思比較不清楚一點 然後比較不樂觀的 二樓的內側 內側最裡面的房間 因為我們另外兩間都已經都出散了 進去的時候 因為門打開 他就在門口那邊 早上我也不知道 在衝三一打 也沒多久而已 上一的男主經過 小鳳教粗布園伴起火點 是在這名男主的房間起來 上市的起火原因 也有待調查 台中市投資表示 是經過了解的 這棟一把主體並不申請 是來爭取悉口的記錄 後少許派完 家早 卡林 那是有違規的規範 收入困難 6.30萬塊 而且現金改善 記者台中報道 五 二 六